9月2日凌晨NVIDIA在线上召开了一次GeForce未来以来的特别活动 发布了玩家期待已久的GeForce RTX 30系显卡 本次发布会一共亮相了RTX 3090,RTX 3080和RTX 3070三张显卡 至于前品卡3060最早会在今年年末或明年年初公布 本次30系显卡均采用了全新的MPR架构 性能不仅有了质的飞跃还添加了不少新的技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RTX 30系显卡做一个全面的介绍 帮助各位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RTX 30系显卡吧 与之前爆料的情况大致相同 RTX 3080采用的是三星8nm制程工艺 包含了68个SM单元,8704个CODA核心,10GB GDDR6X显存 速度可达19Gbps 同时搭载了全新一代的光追RT内核 张亮内核,拥有1.7GHz的BOOST核心 TGB功耗也为320W 散热模组也采用了独特的正反双风扇V型设计 效率比上一代提升了90W 由此可见,RTX 3080的性能将会轻松超过上一代旗舰2080Ti 至于RTX 3070,性能表现同样亮眼 RTX 3070包含了46个SM单元 5888个CODA核心,与上一代旗舰的2080Ti相比 RTX 3070的CUDA核心整整多出了1536个 除此之外,3070拥有8GB GDDR6显存 速度为16Gbps 同样搭载了新一代的光追RT内核张亮内核 TGB功耗约为220W 除公开性能外,与RTX 3080唯一的区别 在于散热模组上 RTX 3070采用的是与RTX 2080Ti一样的正面双风扇设计 不过可以看到背面也是有出风口的 根据官方的描述RTX 3070的性能已经超越了2080Ti 正当大家都以为今天发布会会差点意思时 老黄有同样的姿势从自家的口项中断出了今年的核弹RTX 3090 作为对标泰坦系列的3090 与3080和3070根本不在同一等级 RTX 3090拥有10496个CUDA核心 配备了24G GDDR6X显存 384bit位宽 最大带宽936GB每秒 核心频率为1.7GHz TGB功耗为350W 散热模组与3080一致 但整整大了一圈厚了一倍 连老黄都要双手捧着这块黑色板砖 并且实现了35.77浮点的性能 在如此豪华的堆料上 3090的性能相比3080提升了1124% 并且这张显卡是世界上第一款支持8K的游戏显卡 可在RTX开启 DLSS 8K和HDRShadePlay的功能下 以8K60帧运行游戏 不得不说老黄这一刀简直是神刀啊 如果按照官方的数据推算 3080的性能直接比2080 Super强了一倍 比2080Ti强了70% 而3070能直接与2080Ti抗衡 至于3090 整个207显卡全线加起来都不一定能超过 不得不说307显卡一出 207显卡几乎全面被打磨 老黄可真有你的啊 动起刀来连自己都不放过 目前因为来中国已经公布了307显卡的价格 RTX3090国行售价11999元 9月24日正式发售 RTX3080国行售价5499元 9月17日发售 RTX3070国行售价3899元 10月发售 从国行售价可以看出 RTX3080和RTX3070的性价比 相是非常之高 试想一下 以不到四千円的价格 就能买掉一张媲美万元 煤气造2080的3070 它不香吗 总的来说 作为采用安培价格的第二代 光追显卡30系 能够给玩家带来前所谓的光追体验 况且30系显卡在性能翻倍的同时 做到了让价格更低 相信这极具性价比的定位 将会是玩家们的福音 对于玩家而言 如果想以4K60帧来玩游戏的话 3070将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如果想以4K144帧来玩游戏的话 那3080再合适不过了 至于3090 只要你的钱包够股 唱完8K游戏都不在话下 但选择3070和3080的玩家又要注意了 由于芯片货源问题 目前采用的是8纳米工艺 而明年才会加装7纳米 我不相信老黄把8纳米切成7纳米 不会推出一款类似Super的新显卡 所以这里提前告诉你 明年必定会推出一款新款 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但早买早享受 目前RTX30系的性价比已经足够了 不过如果你的钱包不股 建议还是先做一回等等档吧 等到甜品及3060发售时弱手 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以目前的消息来看 3060最早会于今年年底发布 明年开售 当然如果现在还想49年入国军 买20系显卡 别问了 问就是血亏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也是准备买哪一款呢 性价比最高的3070 还是一步到位的3090呢 不妨在评论区和弹幕讨论一波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硬件的消息和科普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